就未來本港地價走勢,重量聯行項目策略及顧問部資深董事李遠鋒認為,今年來多幅地皮均已接近,或低於市場預期下限價售出,反映發展商投地已趨審慎。 展望今年如下時間,市場很大機會仍需面對樓價下跌壓力,加息推高發展成本等種種因素,預料賣地市場氣氛維持疲弱。 他認為政府需考慮相關因素並相應調整底價,否則土地流標情況或將增加。 李遠鋒分析指,其中一個導致土地市場疲弱的原因,是住宅流價逐漸回落,促使發展商就發展項目附加更高的風險日價。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上週五報169.93點,較去年8月高位,以下跌11.19%。 重量聯行指,若未來樓價升幅有限,則地價上揚的空間亦會收窄。 再者,加息令融資成本上升,亦影響了發展商投地出價。 美聯儲上週再加息0.75點。 此為美國今年來第五次加息,幅度合共達到3點。 是超過30年來首次。 香港銀行上週也近4年來首度上條最優惠利率P0.125點。 在美聯儲,採取持續加息步伐下,市場人士普遍預計港銀年內上有一至兩次加息的機會。 每次加息幅度為0.125點。 遭致明年美聯儲停止加息步伐,即明年次季本港才有機會停止加息。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就指出,由於不少中小企的銀行貸款均以最優惠利率作利息計算基礎, 這意味容資成本將增加。 事實上,以銀行同業策息加約桿點子為計算基礎的大企業、借貸和市民的物業案揭公款負擔過去幾個月已增加了不少。 再加息壓力下,除了港股今年來反覆受壓外,今年截至8月整體住宅樓價,亦下跌了6.3%。 此外,重量聯行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志輝亦提及,數年前積極在港投地的內地發展商於近年的香港賣地市場已趨低調,加上建築材料價格上漲,帶動建築成本上升。 根據土木工程托展處的土木工程指數,2021年建築成本上升10.8%。 至2022年截至5月進一步上升4.3%。 土地競投者唯有降低土地成本,以維持預期的利潤率。 末尼 紋